对于想变美的女人来说 颜值并不是穿衣搭配的唯一 搭配才是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打造适合自己的穿搭 所以整体穿搭看上去才会显得很普通 当穿搭辨识度得以提升后 穿搭的精致度就会倍增 从穿出令人感到惊艳的效果 提升辨识度的方法通常分为两种 一种是使用风格独特的服饰进行搭配 利用服装设计风格来提升整体穿搭精致度 让穿搭拥有时髦感 穿搭小白可以使用套装进行搭配 这样不仅可以穿出配套感 而且还不容易出错 当然除了这种穿法之外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穿搭拥有配套感 利用色彩饱和度的不同丰富层次 从而将显气质的效果穿出来 这样搭配既可以保持整体协调性 又不会出现单调无趣的感觉 不论大家是否要提升穿搭辨识度 都需要学会挑选风格才行 不同风格的服装给人带来的视觉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根据实际情况挑选风格才是正确做法 不同长相 身材的女人 在不同环境下需要使用不同风格的服饰进行搭配 结合这些关键变量选择风格 就能轻松穿出独一无二的高级感了 很多人都喜欢甜戏搭配 但大家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甜戏穿搭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打造休闲风 优雅风的穿搭会更合适 这类搭配对细节的要求不高 而且驾驭难度较低 适用于大多数人 不要觉得不上镜的女人就是长得丑 其实 只是这类女人的长相辨识度较低 看上去有路人感而已 其实 普通人也可以穿出超高的辨识度 只要处理好搭配细节 就能美得很轻松 选对穿搭风格 以及巧妙强调个人优势 是至关重要的搭配步骤 大家可不要再忽略了